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念一段课文 义是以阿赖耶时为不生不灭之根本心 除此根本心之外 其他的心 心法 诸根皆是生灭流转 大圣密言经说 佛说如来藏 以为阿赖耶 入棱言经说 阿赖耶时者名如来藏 有些学者因此将这二部经 判为真常唯心系的经典 甚至有人主张这二部经典并非佛说 此部分牵涉广泛 在学术界尚无共识 亦非本书研究范围 故不在此处讨论 本节只是就史实说明 《棱茄经》是中国禅宗初起时最重视的经典 而大圣密言经 因为《易礼》和《棱言经》相合 也成为禅宗很重视的经典 因此在永明延寿禅室的《棱境录》当中 什么东西就是不会被租源所飘动 那那个时候他就有讲到就只有根本性 他不会被租源所飘动 然后呢就是这个根本性是什么呢 就是阿赖耶士 所以在这个在永明延寿禅室的《棱境录》里面 他引用的最多的是什么经典 就是这个《大圣密言经》跟那个《棱茄经》 所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来 那禅宗他悟的心是什么 你可不要说就是没有什么经典依据 禅宗不讲经典 禅宗不讲经典只是就是某些派别他不讲 或者是不太讲 但是某些派别是非常重视经典的 而且最初的时候就是达摩祖师在传法的时候 传给慧可 他是交给他四卷本的《棱茄经》 就这些东西都不断地告诉我们 就是为世经典是禅宗很重视的 实际上在学术界里面就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那主要是那个应顺 应顺我就不说他是法师 因为现在这个法师这个词就是用得很腐烂 在一般来讲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都是把出家人都用法师去成福他 但是在佛经里面不是这种用法 在佛经里面就是法师这两个字都是尊成 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翻译经典的人 他们会写说三藏法师 就是说他人家就会不知道他是自唱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就会说这个人是一个三藏法师 三藏就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的这种老师 那如果是讲菩萨法师 就是讲说可以洪传菩萨法的老师 菩萨法师 讲起来也会有僧文法师 但是一般就是不太人 好像不太 我没听说过谁爱人讲什么僧文法师 因为在中国的话 就是不太有人在修僧文法 但是现在情况有点不一样 就是这段时间 就是大圣法被很多人攻击 特别是进入了末法时代以后 大圣法可以讲就是风雨飘摇 结果现在南传佛教那边的人 也是派人到汉传地区来弘法 就是中国内地 还有台湾地区这边 都有很多人信奉南传佛教的法 那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他们也是 有的也是自称禅师 我就看到有的上面就写什么禅师 那有的自称是尊者 这个我们比较不会引起混淆 所以就不用去跟他计较这个问题 但他如果现在讲说禅师 或讲什么法师 这个我们就要跟他讲清楚了 应顺跟昭慧 在我来看都不是法师 那应顺你可以称他为比丘 昭慧你可以称他为比丘尼 这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中性的名称 不管你是很优秀的 或者你是很糟糕的 都可以用这个来称呼 我是想要直接跟大家讲 应顺跟昭慧的书 基本上都不能看 但我说这样 我说不能看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禁止你去看他 而是说你如果没有好好的 没有好好搞清楚 你会被他带偏掉 因为他们就是动不动 就会说 你就会说那个什么 大生命迷眼镜 或什么弄切经 他就要说这个 这个是什么 增长维心系的经典 那他讲增长维心系的经典的时候 他是强烈的暗示 这个是有问题的经典 基本上是不能看 他是有这个意思在 不相信你继续看看他的书 你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 就是你对佛法原本 就没有什么政治鉴定 一开始就看他的书 那就会完蛋 我可以跟大家讲 像那个现代产的 那个李元松 我在书里面 我提到他好几次 那他当初也看见书的书 看了好几年 好几年 然后他那时候讲说 他几乎是每天都在闻思 都在思索这些问题 那思索到后来的话 是跑到台里去了 他就变成断灭间 几乎可以这么讲 为什么呢 像那个时候就是 李元松 就是有人问他说 就是人死掉以后 就是去了什么地方 他怎么回答的 他要说 他意思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 那他他就说就是就好像太平洋 如果太平洋 太平洋现在是几块大陆 把它围起来叫做太平洋 那如果以后就是 这个陆地板块 将到处飘移 那太平洋可能就不见了 或者说 或者说就是变小了 或者说各种原因 总之呢不是现在这个形状了 那你将来可不可以讲说 太平洋死了以后 或者太平洋解体之后 去了哪里 而且不能这么讲 对不对 但是他把人死掉的例子 当成那个太平洋 来一样的比喻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太平洋是没有实体的 那他死掉以后 那当然你不能讲说 太平洋去了哪里 但是如果是一个友情死掉以后 能不能讲他去了哪里 当然可以讲啊 为什么 就是这个佛经里面 阿含经也都有写的 比方说有一个比丘 他原本不是阿罗汉 那他死掉以后 他叫巴切罗比丘 或者叫巴切里比丘 这个我有写在 实证佛的导论里面 那人家就来 就很好奇就说 他又还没有 不是阿罗汉 那他死掉以后 一定会有一个往生的地方 他的神势要去某个地方去 那怎么可以说没有地方去 那如果他没有去哪里 那这个神势是永无所作 就是要单独保余一个地霸寺在那里 这还是可以讲的 所以李渊松的说法 就是说他把那个友情跟无情 就混在一块了 有情是会不断的轮回的 那无情就没有轮回这件事情 那有情不断的轮回 其实有暗示一件事情 当你讲说我上辈子 或者我下辈子 我下辈子要去极乐世界 有人他会这么讲 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他下辈子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他上辈子呢 他上辈子可能就是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但总是会有个处处 可能是上辈子又是另外一个人 等等的 好像大部分的人上辈子都是人 很少有人从畜生到 或者是地狱到来的 从天界来的人好像 我就不怎么 就是应该也是很少 大部分的人上辈子都是人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出来 如果你会轮回的话 那你凭什么讲说 你跟上辈子的那个人 是一模一样的 可能完全不同 上辈子如果是 有的人曾经讲过 他上辈子是一只老虎 他这辈子变成人 那老虎跟人完全的不一样 如果说你可以讲说 这是同一个人的两辈子 那这中间很显然是 有一个东西不曾改变过 你这么讲才是有意义的 大家想想看 就是我这么说有没有道理 所以大家就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们不能 不能相信 就是李元松的那种批语 他那个批语就是有问题的 有情跟无情是很显然不同的 他把有情跟无情 搅混在一块 他就是看印书论书 看了很多年了 然后到最后就是 他自己已经变成 就是断面论 他自己都不晓得 如果像太平洋 人就像人死掉以后 就像太平洋一样 就是解散以后 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了 没办法去问说 他去哪里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是一个断面论者 这样大家就晓得 就是说 这些东西就是 应顺他去批判 批判某些经典 是增长危险系的经典 他就强烈的暗示 这是向外道思想去倾斜的这种尖叫 他不敢直接说这是违经 但他就是强烈的暗示 说这个思想有问题 如果说大家都接受他这种看法的话 就注定 就这个他那个门派 不会有人 就是见到 不要说大乘见到 连僧文见到都会没办法 那现在的那个南传佛教 现在的南传佛教 就是据我所知 他们也都不承认有常驻法 简单的讲 就是愣且经 禅宗最重要的经典是愣且经 我们在用那个永明延寿禅师 他编的这个宗经录 就可以完全证明 禅宗他的开悟 就是在这个第八诗上面 这是我要讲的最重要的话 那个就是应顺 或者是召会 就是应顺这一派的人 就是在这段时间 他建立的这个分类 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糟糕 我讲的是 是那个 他特别是他讲到的 这个珍藏微信系的经典 另外有一个经典 我想 就是我没有好好的去看 他到底讲了哪几部经 但我相信那个大玻璃粉经 一定是被他列进 那个珍藏微信系 反正他里面只要有讲到说有一个 这个珍藏微信是从那个是从大玻璃環境里面来的 弱法 好像是弱法是实 是真是实 是主是义 什么姓不便义 是明为我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字句我记不住 但大概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就是把它建立成就是说这个是正常微信系的经典 实际上他就在反对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多恐怖 他就直接把中国佛教从那个向法时期就是转变到末法时期 就在我这一生当中看到的事情 我小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子 一直到后来 现在就是你出去讲这些经典 他动不动就说这个 就是佛教不主张常诸法 动不动就有人这么讲 但是在我小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十来岁的时候 就没有人 就是基本上 那个大家还是认为说常诸法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现在现在我们也认为常诸法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我们已经变成是不占主流的这种地位 讲起来蛮惨的 就是佛教就在我的眼睛底下 就在我一生当中就是看到他变成是那个末法佛教 不是 我说变成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并不是没有正法 还是有的 甚至到了就是佛法快要消灭的那一段期间 那一段时间大概几十年 就还有月光菩萨领导着三圣的这些经营 有阿罗汉跟碧姿佛 然后这个菩萨都也是由那个月光菩萨所领导的 所以我相信那个月光菩萨至少是处地菩萨 看他看那个样子 经典里面讲他的预言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到了佛法快要灭往的时候 佛法反而很兴盛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就是说那时候秘义就被泄露 那秘义被泄露之后呢 就是很多那个善根很敦厚 过去是学佛学的比较久 他一下子很多人都开悟了 然后这些善根敦厚的人都能够接受得了 就是开悟的人变得非常多 但是呢就是没有开悟的人 就是受不了这种法医的人 就是比开悟的人还要多个五倍十倍以上 这样子就把那个就是佛法就传不下去了 所以等这一批人就是通通都死了 那就是人间就没有佛法了 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就是末法时代里面的 就是说不占主流地位的这种正法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就是这一个 事实上就是你只要去比较 阴村那边的书你把它拿来看一看 然后真观的书你把它拿来看一看 你就知道就是说真观写书是多么的严谨 全部都在引用校正 我一定会告诉你就是我这么主张 那经典的依据是从哪里来 我不但写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一直写 就是写到你接受为止 就是写到就是把那个证据全部摊开来 让你没办法反驳 但是呢 现在人他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他在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强烈 就导致他不愿意相信就是有常住法 他不愿意相信佛教里面有常住法 那个应顺就是 这花招用得太过头了 差不多我们现在主张的这个教 怎么讲这种经教 都被他就是讲得很难听 就说要不然就是外道 要不然就是说什么是什么正常危险系 他用很多种话招 就是把这种众生可以开悟的 这种可能性都给断绝掉了 在我来看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我们现在要红传这些法门 是非常辛苦的 那个文艺老师不是有讲那个什么 但是这个经典已经预言在那里了 说不定就是哪一天死的就是诊管也不一定 这我不晓得 死了就死了也不会怎样 就痛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所以真的就是如果讲起来的话 假设我是被人家杀掉的 那我痛苦的时间可能就是几分钟而已 那如果更快的话搞不好几秒钟就已经死了 总比我就是得了癌症 什么拖了好几个月 拖了几年再死 那还好 所以讲起来都好像凶死 也不是什么多糟糕的事情 我现在就是不管去 不想管这种事了 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得讲 不要因为说好像被人家威胁的人就不敢说 那这样的话就是佛法就完蛋了 好那我们继续再讲 刚才讲的是那个 任且尖跟大圣密言经 都有讲有根本性 这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直接讲说 这个诸佛菩萨是靠着这个去成佛的 这些菩萨都要靠着这个去成佛 没有例外 现在想要离开根本心而去成佛 根本就交代不出他的那种逻辑关系 逻辑关系很重要 就是你现在要经过三个阿桑琪姐去成佛 如果没有根本心 没有一个就是常住不动的心 你现在死掉以后就整个全部解胜了 那你凭什么可以延续就是三个阿桑琪姐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就是他们那个就是讲没有常住法的那种说法 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办法解释人为什么可以成佛 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就是果报可以千千万万节之后才去 才去献起 这都没有办法解释 大概一千多年前吧 就是跟玄奘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月城 他就写了那个入中论 他就用辟喻的方式去提出了一些解释 这个都说不通 这我有把它写在那个 时政佛教导论的第七章 我有去针对那个月城 那个入中论去提出批评 这点我们不扯太远 你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看 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大禅师怎么说 除了永明元兽禅师之外 我这里面又举了两个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宗稿说 真个是金刚圈 须是藏时名方能透的 天台上云峰无尽祖灯禅师 临终时说记曰 生灭雨去来 本事如来藏 扎倒五须迷 阔然无备相 这都是禅师以藏时 如来藏为修正标的之立正 他们讲这个话 就是我不需要 我认得不太需要解释了 因为我现在只想要证明 只想要跟你证明说 禅师他们修正的东西是什么 那这中稿就是大会中稿 宋朝那个大禅师 那他说 他说真的是金刚圈 金刚圈意思就是说 整个圈子就硬邦邦的 就是没有办法被破坏掉 那你为什么能够到那种状况 因为他讲他形容的是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是不可能被人家破坏的一种状态 那这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使 你才能够就是住在这种境界里面 他要讲了 虚是常识明方能透德 这个常识就是阿赖耶士 在佛经里面常识就是阿赖耶士 你到别的地方去 除非是说这个人就是完全 就是不通佛法 他才会乱讲 不然的话你只要就知道一点 你都知道常识就是阿赖耶士 然后另外一个禅师 他要讲说 这个是那个 无尽主灯禅师 生灭与去来 本事如来葬 生跟灭 比方说就是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样 就是现在是我的手掌的 那我们现在出生了一个拳头了 那这个拳头又消灭了 我们说这有生有灭 拳头有生有灭 然后呢 这个拳头从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去到这个地方 有去来 那这个生灭 去来 他说本事如来葬 我现在讲的这个 这个是用一个拳头作为比喻 那你还可以就是衍生到很多 比方说就是 一个人出生 一个人死掉 然后一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 之类的 那他这里怎么说呢 这是本事如来葬 整个都是如来葬 那生灭与去来 如果本事如来葬 那这是什么 这很显然就是一真法界 那如来葬 他也是第八诗的别名 如来葬就是第八诗 但是他是在显示 一般讲如来葬 一般讲如来葬 常常或者说常常 常常是指什么呢 指的是偏向于一真法界 或者是能常的心体 就是他比较倾向于就是讲能常 他讲不生不灭那一部分 所以你现在一看到你就知道就是禅宗 禅宗的那个开悟到底是悟了什么 这样大家可以知道了吗 我举出这样证据够不够 超过人家不知道多少了 所以你去你现在你现在如果去看别人写的那个禅宗的书 是有一大堆都在乱讲 绝大部分都在乱讲 我几乎可以这么讲 可能就是 大家有正觉同学会的书 你们可以看 还有再来就是真观的书 其他能看的人也许还有吧 就是正觉出来的这些人 但是我看可能大部分都没有在红法了 以前就是有一个叫做绝云吧 他也是从正觉出来的 但正觉当然不承认他 就跟我一样正觉都不承认 可能除了这些人讲的以外 那个禅宗的书基本上都不能看 那绝云到底有没有写错 我也不知道 就他的书我基本上没看 我只是猜测他大概不会错的太离谱 就是总之我看过了 就是这些比较重要的禅宗的处作 几乎都是错的 学术界写的更不用讲 学术界可以也是 就是学术界完全是重灾区 因为他们就是不是在搞修正的人 所以就是你很难期望他们能够 能够写对什么 大家现在你能够来就是看我的书啊 听我讲 可是你的福气啊 有时候我看到自己 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个17个 油管上面17个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讲 那些就是乱七八糟乱讲一通的人 可以弄到几万个 甚至就是几十万 有的可能也弄得到 那这怎么说呢 并不是说我们这东西不好 所以人家看不上 完全不是这样子 而是这就是末法时代的现况 那大家既然你有这个机会来听这个法 你一定要试着货 不然的话你就 等于就是白来了一趟 你要知道就是 你那个就是现在网路这么多人 现在网路这么多人 你要能够就撞进来这个直播间 你刚才十几个人而已 你能够撞进来这直播间 18个人 178个人 再加上腾讯会议室的40几个人 加起来也就60几个人而已 这世界这么多人 就是60几个人 那简直是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这个就人数少 跟我们是不是正法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正法不正法 不能用这个来评判 而是直接要用 要用三量来评判 一棵大树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们 我们那边就有十个人一起看 所以实际上看的人 可能也许有三百人也不一定 有些人他是好几个 好几个人一起看的 总之就是恭喜大家 你能够有缘分 听到这个法 绝对是 就是很难得的机缘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虽然大部分的禅师在说法时 不会强调阿赖耶石 藏石 如来藏这些名像 因为禅宗不像法相为石宗那样 专门以文字解释八个石的性像 禅宗就是主张不执文字 不离文字 而为道用 另有一个原因是 冷截经传了四世之后 就不再传了 从六祖慧能以下 绝大部分的禅师 都不熟悉为时经典 所以不用为时的名像 来解说他们所悟的内容 但是从他们所描述新的体性 如不生不灭 自信清静 万法的本源等 可以知道他们所悟的心 其实就是阿赖耶石 这个就是刚才 刚才我们就讲到 就是后世 这冷截经只传了四代 总之到了谷主传给慧能的时候 已经不是传冷截经了 他传的是金刚经 怎么讲 就不是传为四经典 我是经典太难了 广泰经难到一种地步 真的是 要让一个不认识字的人去听懂 我真的就是 真的是 几乎不可能 因为一个不认识字的人 就是他随便两个字 发音一样他都会搞错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跟他讲 就是那个 其中的这些法医 那真的很困难 但我们现在看到禅宗 搞了那么多的东西 比方说这个天龙一只残 比方说这个天龙一只残 那大家可不可以知道 就是这个东西 他是要想要告诉你什么 在我们来看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告诉你就是积极种子升起现象 因为只有第八识能够这个样子 那你从这个地方去看出来的话 那他不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就是第八识吗 所以对于已经破产的人来看 这禅室的这些东西 要真物禅室才可以 就真物的禅室 他事先出来这些 各种神头鬼脸 或者说你说他是公案也好 疾风也好 他就在直接指出第八识的所在 所以呢 整个禅宗他是干嘛 就是在 全部都集中在第八识的修正上面 刚开始的时候 必须要先去发现他 发现有第八识 发现有第八识以后 你就要转移在第八识上面 转移在第八识的真如性上面 你能够转移第八识的真如性 你才是一个大圣见到者 他讲的就是这些 然后后代会有一点 就是会越传越糟糕 有时候会这样 某些门派 他传到后来就传到末流去了 末流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 大家不要太执着 就以为说一定要留在禅宗里面 你留在禅宗里面的话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像禅宗现在 禅宗现在基本上就是 我所知道的就是 的五家 全部都已经断掉了 连一个都没有 注意讲 原来的禅宗五家 连一个都没有 就是他的传承已经完全断掉了 那你比方说像萧平石老师 他不是禅宗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他讲的台湾的那个土城 广亲老和尚 他也不是人家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所以很显然就是禅宗已经整个全部断掉了 就是原有的那个达摩所传下来的 一代传一代的传承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就是会有其他的人 就是不经过这个传承 就是他就开悟了 为什么 本来就没有规定说一定要人家传你才可以开悟 所以你就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种没有经过人家传而自己开悟的这些人 有时候就是很厉害的 是非常厉害的 那个智慧非常深厉的 所以你就看看那个萧平石老师 萧平石老师 我对他有一些批评 但是基本上我对他的这种肯定 是也许我对他肯定99% 对他批评的也许只有1% 我现在这个部分是纯粹讲法义 他的法义 就是他讲出来的佛法 绝大部分是正确的 这我可以跟大家讲 那他我批评他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他的那种教学 他的法义有问题的地方 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出现在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写在序言里面 就是这本书 百相版的序言里面的那四间四强 集中在那里 还有就是正确同学 他们的教学 实际上的教学就是很 就是很有问题 好了 这些闲话不讲 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 一个怎么讲 是一个佛学的奇才 可以这样讲 我愿意相信他是个地上菩萨 我没办法证明他是 但是我愿意相信 我只能这样讲 但是大家不要因为我这么说 你就盲目去崇拜他 这样子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们现在继续讲 第八识本体不可见 所以大圣入冷却经说 犹如浮藏宝 亦如地下水 虽有不可见 运真我亦然 不可见者即是无想 没有办法直接用感官观察得到 那么我们怎么找得到这个第八识呢 成为诗论 此第八识自性威系 故以作用而显示之 指出了一条门径 凡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必有体像用 第八识心体无形色 不可见 无像 因此只能通过作用去认明它 就是那个刚才讲的那几句话 都是不得了的东西 就是特别是那个 因为他讲 他讲的地八神 没有办法让你直接用眼睛看到 所以在那个 愣切经理面 他是把它比喻成什么 浮藏宝 藏在地底下的宝物 又好像是地下水 然后他特别讲到一句话 很明白的讲到一句话 虽有不可见 运真我是第八识的另外一个名称 他讲说就好像是地下宝物 他讲说就好像是地下的宝藏 又好像是地下的水 虽然有 但是你没有办法用直接 用眼睛直接看到他 那现在这个运真我也是一样的 运真我就是第八识 因为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 在五蕴蕴当中不是五蕴 但是是真正的我 就是在五蕴当中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我 那这个叫运真我 这样大家知道了吧 运真我其实就是杂案经里面讲的我 他跟这个五蕴是非一非一的关系 然后也不相在 这样大家就是大家应该晓得 这些东西都我都写在那个实战佛教导论里面 那我们继续讲 你知道就是那个正学同学会里面有一个 就有一个退转的人叫张志成 张志成的退转 跟有一种奇怪的说法 有很很直接的关系在我看起来 在我还没有离开正觉同学会的时候 我跟有一个 后来他应该是当亲教师 我不确定了 总之那时候他跟我算是很熟悉 然后他在跟我跟我讲了一件事 他叫蔡里正 你现在在那个就是我的菩提录里面第二册 你可以去跟他翻一下 那里面有那个张志成的见到报告 那他就有提到里面有一个人跟他讲说就是 地巴斯是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让你直接观察到的 那时候那个蔡里正他就跟我讲说 地巴斯是可以直接让你观察到的 我说不可能啊 那我说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就说像麻薯 麻薯米兰话叫麻吉 是米兰人吃的一种食物 就是用糯米就是碾得很碎 就是碾碾的 然后通常是裹上一些 比如说裹上那个花生粉 最常见的是裹上花生粉 有时候裹上其他东西 总之是米兰人吃了一种食物 他说像麻薯一样 麻薯一样就是会就是这样蠕动 我当时我就跟他讲说不可能 结果后来呢 他他竟然在就是这个 蔡里正他竟然就是在那个 就是政局同修为了禅三的时候 跟张志成讲了 说这个这个是 地巴斯可以这样的看到 那现在大家 大家你现在看到那个 大正入论 入论且今跟这个成为诗论 那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说你现在感觉到说 地巴斯在你身体里面就是 像麻薯一样 就或者说什么 在里面在蠕动的话 你察觉到的这种蠕动是什么东西 能不能有人 有人能不能告诉我 如果地巴斯会蠕动 你察觉到这个蠕动 我们不讲说它是不是地巴斯 就是你察觉到身体有东西在蠕动 或是在某个地方在蠕动 那这个东西它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东西是促成 是要由那个就是身世去了别 当然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意识 因为意识它是那个前五世的等五见缘 也就是说前五世 不管任何一个世在了别的时候 一定要有意识在他后面 当然第七第八都要在 但一般就没有讲到那么后面去 总之就是 身世跟意识去了别这个促成 那你说受孕 受孕那是苦受热受 不苦不乐受 所以这个不对 总之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促成 你的六个世去了别 难道还能够离开六成境界吗 当然不可能 一定是在六成境界里面 那你不要去讲五成境界 五成境界的话就是五成境界 你就不用再去讲它有什么可能性 如果说你能够开悟的话 你是因为法成而开悟的 但这个法成里面有一些 它是跟别的东西混在一块的 比方说你现在看到 你说你知道 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是一只手对不对 那手对你的意思来讲就是法成 因为它是可以了别到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五成境界 眼镜看到的是 应该是色成 但是你这个意思可以表别 这个东西是手 就这一点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法成 这样大家能不能明白 那我现在在挥这个手 这里面是不是有色成 那这里面有法成 有的法成说这是一只手 还有的法成是什么 第八识的作用 看好 不要说我没跟你讲 现在我手在这边抖来抖去的 你是不是有看到法成 有的法成 是你可以拿来判断说这是一只手 那有的法成是什么 第八识的作用 那我现在再跟你讲 这是天龙一只禅 对不对 那说打地和尚拿一根棍子打地 这里面也是有法成 意识去了别法成 但这个里面 这个就是第八识的作用 但我不会告诉你 第八识的作用是什么 我跟你讲的话就泄漏密意了 知道的不要讲出来 那你现在就想想看 就是蔡里正一个人的讲错 他的结果是什么 让张志诚退转 我觉得那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退转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至少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在建立上 他就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 第八识明明是不可见的 结果他那个蔡里正讲说 那个第八识是可以让你看到的 或者可以让你观察到的 他那个张志诚就是一定觉得 就是很不对劲 所以他把它写在建道报告里面 你现在去看那个正觉的 那个第二册 他们的那个建道报告 大家很喜欢看 对不对 不是第一册 我记得是第二册 在我的菩提录 你去找 把那个张志诚的建道报告 找出来看 所以讲 就是说错 说错 说错话 你讲错佛法的罪过是很严重的 因为现在张志诚退转之后 他对正觉提出了很多批评 里面有很多都是很不对劲的 我现在很替张志诚担心 我担心他就是死掉以后会下地狱 这一生之后会下地狱 那是谁害的 蔡里正 是第一号 第一号人物 那萧平氏老师呢 我觉得至少也是半个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他 那个张志诚去问 在禅山的时候去问那个萧老师 萧老师跟他讲说 这是比较深的部分 你现在先不用管这个 他就没有把它否定掉 这是出问题了 其实还有别的 就是正觉同学里面有一些 就是那种非常卑鄙的人 心情非常龌龊 非常卑鄙的 那些人当了清教师 而且还是正觉所谓的 就是大家所谓的大清教师 那清教师就分大小 有权有权力的 动不动可以叫这些小清教师 就是公开忏悔的 这些的 这些很龌龊的 心情很龌龊 很卑鄙的 是大清教师 几个因素加起来 不让张志诚退转才怪 就是 这太荒唐 太离谱的 那个种种的状况 我相信就是这个书 很多人手上还有 你就把它拿出来看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文献 这影响很大 那接下来 就是当你确定 确定说那个地坝是不可见以后 这经典里面明明白白的讲 就是不可见 是不是让切经讲不可见 然后就是成为试论师说 要以作用和显示之 都在讲不可见 那这个 你要认为它是可见还是不可见 你要根据三量嘛 你现在还没开悟的 你就只能根据证教量 贞观说不可见 然后呢 这个成为试论说不可见 任且经也说不可见 不可见 你要不要相信 至少你要先接受一下 你不能说 你没有什么道理 你去反对 你要相信蔡里正的话 那你活该倒霉啊 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种事情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那时候跟蔡里正 我就有跟他讲说 你这个不对 但是没想到就是 我那时候没有说服他 他后来就是还去跟张志诚这么讲 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跟你讲 就是现在张志诚 如果以后要下三二道的话 你蔡里正也有份嘛 对不对 你以后你是不是要跟在张志诚后面 就是他到时候就是从地狱出来 又还是在那边盲龙阴影的时候 你得去照顾他 你得再把他重新交到 他再开悟为止 你这全部都是欠他的 我可以跟你讲 你别想跑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就是不是开玩笑的 那你现在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写这本书 我尊关写这本书 当时写的时候可能还没什么 那现在就是十几年 这十几年我看过很多人退转 各种退转的原因都有 我看我可能也跑不掉了 所以我将来我的儿子生出来 如果是那个盲龙阴影 我也会怨不得别人 就我这么多事当中 总有几次 就是我是跟人家讲错的 就是没有跟人家讲对 或者说就是太 就是把那个秘义跟人家讲 我相信我这一生应该有过 然后就是我的过去 是我更没办法去讲 这个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我现在每次碰到碰到就是 有那种很惨的状况之下 我特别跟大家讲 你不要觉得说 好像我写在书上这没什么 就是你随便的一个地方走错了 你都是就是 你往上的话就是大声见到 跳过七柱你就没事了 基本上你就没事了 不会再 不会再往下躲 但你一个没跳过去 然后哪个地方撞一下 就是要往上跳的时候 就碰到什么东西卡住了 一掉下去 常常都就是要到二道区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大家就是不要随随便便听了就算了 那个 就Edwin Yuan 他说感觉可怕 就说明你还是认真的 大圣菩萨不惧地狱苦 不喜天堂乐 讲是这样讲没有错 但你没有必要去白白受苦 大家要要要记得 记得我跟你讲 那为什么我们就是 宁可冒着下地狱的风险 我们还是要去修行 要去弘法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大概就退准的几率 会退到散热道的几率 都应该没有那么高 但退准的几率可能有30% 这是我目前的估计 然后退准的30%里面 大概会下散热道的 可能又是 里面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 这个就不好估计了 有些有公开办法 我就准备要看着他去下散热道 但是你就算去了的话 你就是一千个大结了 也就是一千个大结 所以就是跟凡夫比起来 这还是好了很多 为什么 你凡夫在那边 你是不是常常在下地狱 凡夫也是一样常常在下地狱 那他下地狱再出来的话 还是凡夫 他还是会再轮转下去 那你如果说是在六住这个地方退转的 去下地狱 那最多就是一千个大结 如果用这样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有些人好像非得退转一次不可 真的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 你想想看 佛陀那么慈悲 他怎么会让他的弟子 就是有八万个人退转 那他为什么当初还要跟他们讲 为什么还要就是开示 开示这个地狱的这种法译 给他们去听 这就是说明 就有些人他就注定一定会退转 不退转还不行 如果没有经过退转这道程序的话 他永远都开悟不了 就永远没有办法大声见到 进入不退转住 我是这样子看待的 所以现在有些人他就是 你知道最初的时候 我虽然没有直接跟你讲秘义 但是我还是就是有一点放水 有一点放水就是说 你还没有悟得那么完整 那后面的我就帮你就是讲出来了 这就是放水 就越到后期我就越不敢 但是最初为什么都会这样 像我会这样子 那萧平史老师呢 就是我 就是他前面三次就是参不出来 就直接叫到小参师 就是都告诉你密意 他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正觉 正觉的那个退转 就是比我们还要惨烈 可以这样讲 正觉的退转 正觉的退转以后 退转了之后 就是把正觉都骂了 体无完肤了 好像我们这边好像还 还稍微好一点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我就已经看到 那个萧老师的那种那种样子了 就是我虽然有放水 也不是明讲的 但是讲起来这很多都是我的责任 将来将来我可能就是 他们可能要生来做我儿子 就是盲龙阴阳 我得照顾他一辈子 还不是一辈子 就是一个人上来都要吃五百事 所以有时候 像那个我们的学院里面有一个 他的孩子就是不怎么正常 距离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我将来可能也会生这样的孩子 我说不一定是这一世 我是说未来是 为什么 因为你红法的人就基本上 都会戴上这种业障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好像我们这些 这些人的话 就是将来就一定就是什么 什么事情都不会有 什么不好的国报都不会有 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 我们的智慧有限 就我们在红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智慧有限 所以有时候就是 就是处理的不是很好 就害了这个弟子就是去下了地狱 就是你得自己去产还这笔债务 虽然我不用陪着你下地狱 但你上来人间的时候 我还得教化你 那你以前供养过我 你现在就来做我的儿子 或者是女儿 这样大家明白了吧 还有那些就是已经开悟的 你不要随便去跟人家泄露蜜意 你要是跟人家泄露蜜意的话 以后这个人 要度这个人再度就是开悟 那就是你的事 就算你不是菩萨法师 你也得就是做他的福 供养他 就是让他能够有学佛的资料 我们再往下看了 为时经论 虽然也说明第八世的性质和作用 但是显然还有若干关键的知见 被视为秘密法或大圣不共法 并没有公开给一般人 所以研究为时的人虽然很多 却很少听说 有哪个人实际找到第八世的 同样的 禅宗标榜直指人心 其一切的疾风开示 必然都是在指示第八世新王 可是古往今来明星开悟者 一直都是极少数人 很显然的 这些疾风开示 与第八世新王真正的关联 并没有公开给一般人 禅宗们常说 向上一路 千圣不传 又说 宁可结舌 不犯国会 由此看来 其中必有被他们列为 绝对机密的心法 不许以语言文字明白地传授 这个秘密心法 像一席永不结下的面纱 使得禅宗始终具有神秘的色彩与魅力 也由于这个心法从未公开传授 更没有记载于典籍 导致禅物的内容扑朔迷离 辨别真误与错误极为困难 好了 我现在就在 这一段话就在告诉我们什么 很多话人家都没有跟你讲 那这里就在告诉大家 真的是有秘义的 确实是有秘义 不然的话 这样写的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那你为什么大家都不晓得 他就是告诉你 有些东西他就是用文字写得很简略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实际上的运作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是参禅要找老师的原因 因为很多人他就你看了 他就觉得这我会了 然后我那时候写在那个 写在这本书 那我又写六度不是 你看了这你应该知道 有人也是来跟我讲说 他看懂了 你看懂你就是开悟了吗 一般来讲应该不是 因为就是他在网络上面问我 我也不能怎么样跟他回答 这都要去亲自去砍验 那我们砍验的结果 十个有差不多有八九个都不是 十个里面有八九个都是搞错了 所以你要参禅要找一个老师来教你 然后你开悟了以后 你要找老师去砍验 这都是重要的事 当然如果说你的智慧非常的高 你没有人看砍 没有人帮你看你看这经典 包括我这里面引用的那些经典 像解身秘经 或者是那个 愣且经 那个菩萨营若本叶经 还有成为世伦 你要拿来对照之后 发现对照了过去 这也是可以的 并不是完全不行 但是我会跟大家讲 就是因为误错的人太多了 所以还是希望你 就是尽量找一个真误的人 做你的老师 而且最好是能够做你的亲教师 像基本上真观 比较没有办法做大家的亲教师 亲教师是要能够 要能够就回答你的问题的 就平常你有什么问题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是一两个月 问一次问题 这也是亲教师 现在我都请大家 就尽量找文力老师 因为我还要写书什么的 就是这么多人 我会忙不过来 好那后面还有一段 我们再来念 然而 我们从禅门典籍的记载 仍可得到这样的结论 禅宗的开悟是智慧的成就 是一种事实的发现 其所发现的事实 即是阿赖耶时的功能信用 因为所悟的标的 不是一种思想 而是一种事实 所以才特别强调正解或亲正 开悟通常会达至一种解脱的心境 然而开悟本质上 仍然是智慧的成就 解脱的心境 只是它的副产品 因此 禅室在判断一个人 是否开悟时 是以他所发现的事实 是否正确来判断 悟后所达至的解脱心境 则是悟后的功德受用 个人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别 这不是判断 是否开悟的重要因素 好 那第一节就讲到这里了 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 这个是我当初 我当初写的 但现在我来看 解脱功德 有的时候是不好判别 但是不能完全没有解脱功德 如果完全没有解脱功德 那就是 就真的就是六柱菩萨 也连出国都没有 连生文出国都没有 这样子就是特别的危险 特别的危险 那你要判断 是不是能够出国 就是我当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都 就是我那时候 六柱跟七柱都搞不清楚 所以就是没有写的 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写 那现在呢 就是你要去知道这些东西 你就要看 就是我后期在写的书 那现在写的最多的 就是写在实证医名学里面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